对互联网金融也好 对移动互联网也好 这些政府表现出来一种 非常有农冷度 就是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讲创新 国家也把创新作为一个战略 其实把创新作为一个战略 一个前提就是说 整个社会的农冷度要增加 如果我们对所有的 有一点点的觉得不安 都没有农冷度的话 那你说怎么可能创新呢 创新包括对失败 也要有农冷度 这是我觉得整个民主进步的话 就是要在这方面的话 是要有提高的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像复兴这样的企业的话 我们本身的话 一定是高度关注这些创新的 那么我们的整个集团的 这个战略之一 就是要拥抱移动互联网 这个直接就是我觉得 我们这个在未来的 发展过程当中的话 我要求我们的 每一块业务模式的话 都要在移动互联网的背景下 重新思考 重新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 还要不要改进 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个的话呢 整个集团的话呢 我们也成为福西团队 那么更多的关注 就是说从产业链的 投资作为一个产业链的角度来说 我们更多关注那些 新创的行业 包括这个移动互联网的 这个行业 第三个的话呢 我们会把整个附近集团的管理 更多的纳入到 移动互联网的框架里面去 所以我们积极在做吧 我们下集团的